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6日 星期三 今節 很久沒試過有這麼好的消息 上個禮拜剛剛才有一宗 黑警墮海 揭露一大堆黑警出賣林婉儀 那頭剩下幾天 轉頭又有第二宗 今天可以說得上是瘋狂洗版 我們已經很久沒見過 全香港進入 就是亢奮的狀態 開了這一節 也不介意他們搞些甚麼 說你那些涼薄 冷血 要追究 在這裡跟你說清楚 追你媽媽嗎 那麼有空追究言論 你幫他找了個心沒有 找心 待會再說 甚麼事那麼興奮呢 今天 全香港人都知道 今天所有的話題 所有的post 都跟心有關 為甚麼跟心有關呢 因為 港共 有一些人渣出事 這個絕對不怕說 這個就是國安法指定法官 蘇惠德 這個蘇惠德 為了自己上位 不惜 加害香港人 不是在做法官應該做的事 逢是 那些做得國安法指定法官 就算不是國安法指定法官 都已經有一大堆人渣 完全是站在港共那邊 做政治打手 做人民法院審判長 專送年輕人入獄 今天就是瘋狂地洗版 大量的人 在留言回應 想不到報應來得那麼快 這個方面我跟 Tony有重大的分歧 Tony 主張他一定要救得回 千萬不要死 當然就是讓他多熬十年八年 在身體不適的狀況之下 繼續就是要遺留在這個人間 我跟他有重大的分歧 我只是想這條粉牆 快點釘 因為我不想林婉儀那麼寂寞 你們一群混蛋 那麼關心林婉儀 你下去找他 一大堆人在偽善 走私客 不見你打擊 死了個黑警 死了個女警 又說要打擊 又心痛 又追究 又冷血 又涼薄 甚麼都說齊了 現在蘇惠德出事了 捐心啦 又不見你去做 這群人真的很好笑 這群人都可以預告 幫你 報定 你們藍絲 那些紅媒新聞 幫你報定也行啦 又說一大堆人在網上有涼薄 又說冷血 冷血得過你們 你們這群混蛋 今天開定香檳 已經是很客氣的 其實應該燒炮漲 但你找不到炮漲而已 根據非正式的統計 今天有大量的人研究心臟手術 大量的人說心臟手術 成功 不過病人死了 根據衛生署自己的醫學的統計 接受換心手術 往後出現問題的機會相當之大 通常可能是 條命就算成功了 也可能就在一至五年內 你真的問我 我真心相信這個其實是報應 沒有人做得好像你那麼噁心 其實 你是做得出面子的 為了自己上位 換句話說你做的事跟鄧炳強 跟李家超差不多 鄧炳強 李家超負責指揮黑警 對香港人施加暴力 甚至殺人 你 就是做著法官的位置 然後就是做盡 中共的幫兇 甚至乎是打手 也不是幫兇那麼簡單 你直接擺明句話 就是告訴大家 我現在代表中共來審判你們 負責 將不聽話的人送入獄 這些就是不折不扣的人渣行為 你做了那麼久 惡行就有報應了 不用涼不涼薄 冷不冷血 你有病 是因果 坦白說 我也說了很多次 你如果真的問我 我覺得最好就不是等天收 最好就是香港人去找他們 不過現在可能 老天爺 看不過眼 你們暫時都光復不了了 讓我先幫你搞 這個可能性也有 因為我看不過眼很久了 這個世界 冥冥中有主宰 你看看董建華 董建華也快死了 我跟其他人也是有很大分歧 我跟其他人也是有很大分歧 百病前身 我不是比較寬容 我覺得他們真的應該要直接落地獄 沒有甚麼寬容的地方 落到地獄還有一段時間去捱 地獄有18層 慢慢下去玩吧 看看林婉宜在哪層 再三強調 再三澄清 那些 建制派 藍煤在這裡屈你們冷血 你跟他說冷血 冷博之前 麻煩你看看蘇惠德 有多冷血 冷博 我們一起 這傢伙 本來是 不應該上位 本來根本的位不是屬於你的 如果你經由正常的 程序去上 因為你 政治歸邊 跟中聯辦 走近 本來 就不應該做總裁判官 因為你 政治歸邊 心甘情願 充當政治的打手 充當中共的爪牙 導致你 年紀輕輕 說真的只有49歲 那就是 急著 升上去做總裁判官 甚至乎 到最後 因為得到中共的信任 所以 就是由一個本來小小裁判官 榮聲到 國安法指定法官 換句話說 一個就是充分利用2019年 時代革命 去幫自己上位的一個人渣 這些 是沒得原諒的 其實你某程度上比鄧炳強更慘 鄧炳強還會出來 撕開個假面具 擺明就是跟你香港人對抗的啦 我拘捕你就拘捕你就拘捕你啦 我為了做保安局局長 甚至乎做政務司 又或者甚至乎下一屆的特首 犧牲你們香港人 我有甚麼所謂 鄧炳強就寫了一塊臉上 李家超也寫了一塊臉上 最人渣是甚麼呢 就是臉上目無表情 扮演 自己 還是一貫的專業 繼續扮演中立 扮演持平 甚至乎 最偽善 最出賣整個 民主自由價值 出賣西方 出賣你所讀的法律 就是在扮演講法律 明明你知道自己不是在講法律的 你背後是有中聯辦跟你聯絡 明知道你在做的事是政治打壓 有政治目的 全部每一宗案件 背後是有 有 agenda 凡是政治案件全部要重判 全部要入獄 再做國安法指定法官 把黎智英 壹傳媒 大量的高層 還有 47人案件 全部人 你明知道這些根本不是甚麼犯罪 是不是 經由你的手 把他們全部送進監房 繼續包裝成為自己 處理法律問題 你跟 中共的人民法院 審判長一點分別都沒有 你的手是沾滿鮮血的 完全不會理會那些年輕人 進到監倉 繼續被迫害 裡面又有 真正的罪犯 你清楚知道了 哪些人是真正罪犯 哪些人是政治罪犯 這些人完全無事 為了自己那個 上位是甚麼都做得出的 當然不止他 還有一大堆 排隊 今天已經看到有人把照片貼出來了 逐個打紅色交叉 第一個就是你 有時真的是天有眼 有些位不是你們去上 你們 你們 就是讀法律 學人做法官 學人搞政治 想借政治 成為自己那個 事業的踏腳石 你的踏腳石是用香港 香港人命 去堆砌的 你怎麼可能會沒有報應 林鄭、鄧炳強、李家超這些不是沒有的 不過我覺得 上天正在安排 一些更加大鑊的東西 讓他們慢慢玩 大家仔細心想一下 你40多歲人 50歲都還未到 就要搞成這樣 這些不是報應 是甚麼呢 當時 就是8月份 那時候 就是拘捕黎智英 說他 控告他這個詐騙 說他就是拿這個將軍澳工業村的土地 當時已經不是處理國安法案件 一樣就是拒絕他的保釋 換句話說他們就在充當政權打手 他們明知道 特意去拘捕 肥佬黎 蘋果日報的高層 就是為了要將這個 傳媒瓦解 但是他們 就是完全 不惜一切 腦海裏面充滿著政治動機 充滿著立場 繼續夠膽 就是睜大眼 說謊 說自己沒有任何的目的 是中立的 坦白說 我覺得他們要下地獄 讓鄧炳強 甚至林鄭 那個 更加嚴重 他們做的事 所以地獄裏面最刺熱 那些烈火 是留給這些人 這些人 還要充當 自己假借 法律之名 幫中共做幫兇 由此可見 這個例子就是告訴大家 藍絲人渣 的下場其實會很悲慘 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請大家做好每天的工作 我們每天繼續跟大家做最快最新的新聞 還有時事分析 請大家做好支持六部曲的工作 繼續幫我們點擊廣告 繼續幫我們欣賞廣告 繼續用無限loop帶法 打開節目清單 幫我們由超過到晚 這一節說到這裡 拜拜